各位美丽新世界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吉祥 前几天 电脑有点问题 故障了 我就请义工来帮我 看一下怎么回事 那么他就告诉我 这个电脑哪里故障了 那他找出原因修好了 就告诉我 这以后怎么操作 就可以让它正常的运作 不会再故障了 我听他在讲这个说明的时候 我的感觉 就好像跳开那个情境 我在想着 这好像是佛陀教导我们的 这个世圣地 这个佛陀最初在这个世间上 佛陀最早说的法就叫世圣地 那么世圣地 为什么会把他在讲 就义工在讲这个电脑的故障跟修复 然后我会联想到世圣地呢 我先跟各位说明一下什么叫世圣地 苦极灭道 这是佛陀教导我们的 这个世间苦跟乐 他的因果关系 那么怎么样来看 那么先讲苦的因果关系 就是我们一般在讲 都讲因果因果 但佛陀讲这个世圣地 是讲苦的结果跟原因 乐的结果跟原因 所以倒过来讲果因果因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如果直接告诉我们 你造什么样因得什么果 你做什么错误行为 受什么苦的果报 一般的人呢 他听起来就比较 感受不是那么强 但我现在举例来讲 比如讲现在我假设了 我生病了 生病了 这个 比如说这个胃很痛 胃生病了 我们的凡夫的感受 不是从理论上去理解 如果三餐不正常 会有胃病 如果这样讲感受不深 现在是我现在在胃痛 原因是什么 你要从果上去感受 然后再去找出原因 那个感受就比较强 那理解也比较具体清晰 所以我就举这个例子来说明 就是现在电脑坏了 这是苦的呈现 然后他找出故障原因了 就是这个苦的原因 然后修好了 修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讲乐的结果 那么现在这义工告诉我 要怎么样正确操作 就可以长保 这个不故障 那么像这样 就是这个乐的原因 我把这个果音果音 跟电脑的关系 稍微做一个比对一下 那么再来看 那到底苦的结果呈现 苦的原因等等 这些苦及灭道的内容 到底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会说修复电脑 跟这个世神地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先来看这个苦 一般我们讲苦 只知道我现在好辛苦 我现在好痛苦 但是这个苦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没有认真去看 其实苦的呈现在哪里呢 我们感受到苦呢 我们通常用八种苦来解说 生老病死 这已经四种苦了 另外呢 求不得苦 愿真会苦 爱别离苦 五蕴赤胜苦 这个生老病死苦啊 生命的这个 这种变化带来的苦 这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 那这个求不得就是 我想要我喜欢 可是我得不到 这个就产生苦了 我想要不觉得苦 是那个求不得产生苦 那然后愿真会 讨厌的人 怎么老是碰在一起 这就愿真会了 这个不是只有在公司 同事关系 就在家里头 如果有这个 这个像 夫妻之间啊 大家不去共同 去经营这个家庭 共同付出 然后在那里斤斤计较的话 那真的会 真的会变成愿真会的 那么另外呢 说爱别离 就是现在是感情很好 可是呢 又必须分隔两地 像这样的 就会产生一种苦了 感情很好 大家以为 我有个喜欢的人 应该是乐啊 可是一旦加上距离 时间要隔开的时候 就产生苦了 这叫爱别离苦 另外呢 五蕴赤胜苦 五蕴射受响行事 是构成 我们这个人的身心的五大元素 所以这个身心不得调和 就像火在燃烧 片刻不得安宁 这个真是大苦啊 那么所以一般我们讲说 这个苦 呈现在这个八个方向 这个面向了 但是造成会有这些的原因 这就是我们讲苦极灭到的极 一定是 比如讲说求不得 因为你心中有所贪着 执着 想抓取等等 然后又得不到 所以你有前面的 这种贪爱直取 这就是极了 所以有苦的结果必定是因为前面有一个极这个动作 那这是苦的因果关系 那么解脱自在的这种乐呢 它的因果关系是什么呢 我们讲苦极灭到 先讲这个灭 灭呢 是烦恼啊 躁动啊 不安啊 担忧啊 这种因素都平息下来了 这样的状态 烦恼熄灭了 这叫灭 所以灭不是那种很消极的 哎呀很恐怖啊 什么灰飞湮灭 什么都没了 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好东西没了 是坏东西没了 坏东西没了 你应该很高兴吧 我没有烦恼了 我没有担忧了 哎呀这个境界 真是多么向往啊 那么这是灭的状态 那怎么样到达烦恼啊 这些担忧都可以熄灭呢 怎么样到达这么解脱自在的 乐的境界呢 那就要修道了 所以世圣地 佛陀告诉我们的苦极灭道 这个道呢 就所谓的八正道 正见正思维 正语正业正命 正精进正念正定 正确的见解 正确的思维模式 就是思考习惯了 正确的语言表达 正当的行为 然后加上 正当的经济生活 那另外正精进 这个精进也要是正确的 半夜不睡觉 这个就不算正精进了 那正念 你这个心心念念 都保持在正确的观念上 一直到镇定 就正确的 这个正当的这种禅定 那么简单这样跟大家讲 我从电脑 它故障了 找出故障原因 修好了 怎么样保持正常 来相对来 引发我对这个世圣地的理解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各位在日常生活中 不妨也能够这样子的练习看看 您会找到您正当的生活方式 祝福大家 欧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